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龙果这个植物呢 尽管它属于这个仙长科 它的质量很肥厚 能耐旱 但是有一点呢 我们必须来注意 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个问题呢 是说我不知道别的朋友能不能遇到这个问题 还是以我们这个所在的位置来讲 因为我住在美国的休斯顿 这个地心呢 这个夏天的阳光非常强烈 这个火龙果呢 就是说怎么说呢 如果你种的是白肉的火龙果 这个很容易成长 但是你要种到红肉的 这就有点麻烦了 我给大家介绍就是 我是这五盆盆栽火龙果 您看看这种现象 你就会感到一种很惊讶的一种感觉 看看这些花呗 就这五盆栽火龙果 红肉的 它在今年呢 一共前前后后一共开了一百多朵花 可是呢 这一百多朵花 我并没有收藏到 收获到果子 只收藏到了 很少的几个 就像这颗 这就基本上可以了 那里面还有两颗 什么原因呢 根据我现在这个状况来讲呢 我总结出来 我觉得还是阳光的问题 尽管这五盆栽火龙果呢 它处了一个半阴凉状态 就是说散半天太阳 可是这半天的太阳就要了命了 所以说你看我这些花开了以后 我这个 这五盆栽火龙果 今天一共开了 这是第三次开花 你看这些 每次都是在 哎呀 让人心痛不已啊 开了花 你也正常瘦了粉了 可是阳光晒下来 两天就这德行了 所以说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如果您要是住在这种气候 比较热的情况 阳光照射比较强烈的地方呢 这个火龙果呢 最好要遮阴一下 刚才那个 那火龙果呢 它之所以能长住呢 你就看它这个位置 它真正的是在树荫底下 在树荫底下 所以说呢 它就存活下来了 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 但至于是不是这样呢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大家都在说 火龙果 既好痒也不好痒 嗯 这种现象呢 主要是出现在这个 红肉火龙果 还有黄 黄颜色 麒麟火龙果 这些果实上面 而这个 白的 白肉火龙果 就不存在 这个问题 它很容易存活 我给大家去看看 那个白肉火龙果的状况 大家看 这就是白肉火龙果 它还处于一种全天 全日照的这么一个状况下 就是说 它从早上太阳升起 到下午 它一直在阳光的曝彩之下 但是呢 只要你受粉得到 就是说受粉及时啊 它就结果结了很多 就像这 这是三颗吧 这三颗 我今年大概 收成了大概有个 二三十颗 火龙果 你看啊 这新的一场呢 马上又要 马上又要开花了 现在是 季节是 九月份的下旬 这个 这些是这批火龙果的 今年 也是三次开花了 也结了这么多 所以说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是说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你种火龙果呢 尽量把地点选好 首先 要透气 土壤呢 要松软一些 最好有些 沙 沙质的土壤 你看我这里的土壤呢 就非常好 所以说 这个火龙果呢 长得也非常不错 这呢 以上 就是 我给大家的一些 我种火龙果的一些 感受 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在火龙果种的期间 你首先要考虑好 它的 地点 土壤 以及肥料 这样的话 您一定会得到好的收场 当然 我刚才提到那些 关于这个阳光曝赛 造成这个结果率不高啊 这种情况下 并不一定是 每一个朋友都能遇到的 我只是把我的想法来说出来 来告诉大家 来 如果我的说法呢 能对大家 能在种植过程中呢 减少一些遗憾呢 那我当然非常高兴了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